嫌弃对方 爱慕对方 这个时间拉长一点OK 觉得自己才是最帅的 两个人同时爱上一位女孩子 那就是我 作为我们童年时期仙侠剧的启蒙 《仙剑奇侠传》在我们的印象中是非常深刻的 尤其是《仙剑奇侠传》三里 不苟言笑的白豆腐 知情美艳的子萱 机灵可爱的雪剑 还有正义却不正经的景天 都是我们回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而这也是胡歌和霍建华共同出演的一部戏 当时由于拍摄过程很辛苦 天气热稀粉多 但两个人都特别能吃苦 所以彼此欣赏 在拍戏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坚实的革命感情 最后成了好朋友 让我再教你们学问 学会了之后 一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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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来 准备 一二三 我不杀你了 你自己拿到吗 胡歌曾经描述过他跟霍建华的关系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平时不经常联系 一年也就见个一两次 但是在关键时刻只要需要帮助 都会立刻出现在对方身边 虽然胡歌用了淡如水来形容 但不少网友还是不由自主地开始刻起了CP 因为两个人当时都没有公开的异性伴侣 在胭脂上的匹配指数又很高 所以开始被网友凑成一对 打造成娱乐圈模范男男CP 从那以后 胡货CP就诞生了 是胡不是货 是货多不过也成了网上人尽皆知的俗语 微博上还有八卦的网友发起过霍建华胡歌公布恋情的热门话题 他们拍摄的雪滴杂志映照更是火爆全网 吸引了不少CP粉入坑 这种讨论原本只是小范围的外外 但是在2014年的时候达到高峰 胡货也差不多成了国民CP 当时是霍建华主演的金玉良元播出期间 胡歌为了帮霍建华宣传新剧 就发了一条微博 我爱堂堂也爱华哥 你们到底谁能成全我 原本网友们都是在努力撮合唐嫣和霍建华的 一看这情形大批自带红娘属性的热心网友马上调转方向 开始求唐嫣撮合胡货 无奈之下 唐嫣也发文让他俩赶紧在一起算了 后来胡歌可能是玩嗨了 嗨戏文乐见的又跟着来了一条 我爱白豆腐 红红是谁 网上又炸开了锅 所以说造成今天胡货激情互动让人欲罢不能的局面 胡歌本人是要负大部分责任的 毕竟这个话题相当于是他先挑起来的 从先见三算起 胡歌和霍建华也相识近13年了 虽然不常见面 但据了解 胡歌空下来也会探班霍建华 一次 霍建华在录制某访谈节目时 因为与胡歌同天录制 就调皮地跑到胡歌的录制现场 只为给他一个惊喜 霍建华曾在某电影发布会上公开谈与胡歌的CP话题 他表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相互欣赏 我是慢热 胡歌是名骚 如果五年后大家都是单身 胡歌又愿意的话 可以考虑在一起 他挺优秀的 我真的要考虑一下 如果我真的没有人要的话 不料在2016年的时候 霍建华转身与林心如结了婚 并邀请胡歌当伴郎 当年的先见成员如今也都成家了 而胡歌却成了老大不小却一直没找到归宿的那一个 因此粉丝们也是为他操碎了心 希望他能早点找到相伴一生的伴侣 但他却心大得很 有好友结婚他就一定会去参加婚礼 甚至当了好几次伴郎 几乎成了伴郎专业户 就连和拯都忍不住调侃他 不会等到吴磊结婚了 他都在给人当伴郎吧 谁结婚 大家都排队跑到胡歌的部里下去安慰他 甚至还有人非分地说 该不会吴磊结婚的时候 你还在伴郎吧 在霍建华结婚之后 两人之间的互动虽然少了很多 但还是很要好的朋友 有了女儿之后的霍建华更是成了炫女狂魔 脑海中无时无刻都是自己的小公主 他曾经还炫耀式地问胡歌想不想抱抱他的女儿 不料胡歌竟回答了个 我不想抱女儿 就想抱他爸爸 这样机灵的回答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气氛 在场的人都笑开了花 我想抱他 我想抱他爸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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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